弟子有一位朋友尚未入佛门 曾经问弟子 你们佛教劝人了素食 婚事是煞身 难道植物没有生命吗 弟子答 因植物没有灵魂 割他主他不会有痛苦 骗回他对吗 你这个回答 只能说对了一半 不能说全对 为什么呢 你说植物没有灵魂是对的 你说他不会有痛苦有问题 这个事情 这些年 将本圣博士的实验 有了答案 这个现象 只有大乘佛法 能把他讲得透彻 能把他讲得明白 除大乘佛法之外 很难把这种事情 讲一下 这个问题 涉及到很高深的学问 我们只可以说 植物 没有 没有 没有植物 没有分别 他没有植物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他没有报复 没有 诚会 只可以这样的说法 那么植物 对于 我们吃这些植物 实在讲 他是 牺牲 风险 我们对他 要感恩 不能够随便 造他 造他 就有罪过 我们 我们今天 需要 饮食 这是 业障 自己 吃的时候 要生惭愧心 对这些事物的时候 要生感恩心 这就对了 财 色 明 食 睡 这叫五欲 这个修佛的同学 他就都知道 五欲 在什么 境界里得有呢 欲界里得就有 那你就想到了 往上提升 色界天 就没有了 色界天人 他不要吃东西 他不要睡觉 男女 这个欲望都没有 财色 明食睡 都没有 色界天 我们今天 还需要这些东西 看到色界天人 我们就生惭愧心 我们比他差远了 他可以不要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不断 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 那么这些饮食的时候 越简单越好 越少越好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 一天吃一餐 日中一食 树下一宿 那么他那一餐 他是外面偷拨到来 给什么吃什么 没有分别性 这个里头含义都很深 绝对没有分别 绝对没有支出 那么我们今天 接受这些植物的供养 你要对得起它 好好的修行 成就自己的报道 成就自己的学问 对社会 对众生 做出 大的贡献 这一生被你吃的 这些植物的时候 他都有功德了 真的都有好处了 他成就你 你在成就 许许多多的 善行善意 彼此都有利益 如果我们要造作罪业了 我们有过失 他也有过失 这个道理要没有用 这个道理要没有用 这个道理要没有用